诶 赫远 这个案子装潢多久啦 我完全 闻不到一点油漆味 开始好 到现在应该是三个多礼拜吧 才三个多礼拜 因为这次用一个 我非常特别的一个 那个器量 我不太愿意再讲它的油漆 因为我觉得我们用的名字是用错的 那我们早期都会听到 一些名牌的一些器量 你对龟藻土这三个字 你有什么想法吗 记得就是它是比较可以吸湿 排热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有些是 踏垫啊 墙面啊等等 我对它的想法就是只有 叮叮叮 这两个字而已 你知道吗 我全字都是龟藻土的器量 而且它的价格 价位不会比外面市面上的 我们看到的那句器量还要贵 就我刚刚为什么一直讲这样很贵 但现在不贵了 那就是 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在全市 而且 我不用再去 以前说我在设计的时候 只有在特定某个地方 我才会用到规照图 而是现在是 我想要用 任何地方我都可以用 只要它适合我的设计 我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刚刚你讲的就是 哇 味道这么清新 那简单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 会呼吸的土 会呼吸的土 等一下啊 我们会请一个 很专业很专业的 做一个更棒的一个解释 让我们来听听看 它怎么讲好不好 好 大家好 我们是深呼吸细澡漆 我们这个东西啊 其实大家想到 就是龟藻土啊细澡漆啊 很容易都是想到的是我们的塔垫 那它之所以会吸水 就是因为它的结构的特性 它会把这个空气中的水分吸进去 如果对工程稍微有一点研究啊 相信像赫源哥可能就会知道 在我们传统的工程上 就会做成木纹的 然后日式的造型 那它是有点厚度的 它可以用来调节家里面的湿气 现在的特点啊 特别我们为什么要细澡漆 顾名思义漆就是液态的 那我们漆是把它做在墙面上 所以你全室都可以做 那这个有两个最重要的差别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工程上 最担心的就是工时的问题嘛 就是像这个 赫源哥在安排工期的时候啊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工期 拖的太长啊 但坦白说 如果是硅道土 传统的施工方法 做一面条可能就需要一天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它用液态的 所以你用喷的也可以 所以这个整个效率就提升上来了 而且再来啊 这个东西完全是MIT的 我们进口的 来自日本的食品及硅道土 在台湾进行制造 包含说整个研发啊 整个这个配方 全部都是针对台湾的环境去设计 而且我们里面啊 跟一般漆不一样 其实它施工完第二天第三天 就是这样子的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变 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素质的成分 还有大家最担心的甲醛 这健康的要求其实非常高 对这个是它最重要的特色 所以我们才会说嘛 细澡漆是让你健康的森枝鞋 它还会帮你吸收其他建材所释放出来的甲醛 真的吗 对因为它里面呢 添加了我们的光处酶 它可以吸收并分解掉 这个其他建材所释放出来的甲醛 就可以透过我们室内面积最大的漆料 来把它分解掉 所以其实我会推荐说 像以这种全面积的使用啊 也是只有漆料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最担心另外一个问题是 壁癌 台湾的气候 其实在湿气非常重的情况下 壁癌几乎是不可避免 每一家都会有一两块是有壁癌的墙面 那壁癌其实大部分都是湿气所造成的 那这个东西可以控制住空气中的湿气 湿度太高的时候把它吸收进来 湿度低的时候把它释放出去 所以可以保持你墙面的健康度 这个也是在长期使用上 我们觉得其实很方便的地方 你们是怎样把它的交易 控制在一定的那个 其实跟大家分享 这重点在于施工的方式 如果像过去啊 有厚度的硅导土施工的方式 它会必须要用慢刀一面一面的做 似乎会像在做泥座一样 整面墙都必须把它做好 但是现在的情况下 我们就像漆料 要嘛就是用滚涂的 要嘛用喷涂的 我们全市其实施作 跟一般的油漆同样说 甚至还会更快 所以施工的供期可以压缩到 跟一般的油漆使用一样的时间 就是可以取代现有的这些器 那所以我们联工带尿的成本上 也会跟一般的现有的乳胶器 差不多的价格 这个暗厂大概我建了好几次了 最大不一样就是 这么那个味道不见了 小权这种东西是无处不在的 不只是在家具或者是木桌上面 现在的人都越来越讲求健康了嘛 再加上这个 呃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后疫情时代 但是至少回到家里是放心的 诶 赫远 我刚从这样做这么久到现在啊 我好像都一直觉得 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耶 甚至连刚刚垃圾车经过 我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耶 你刚刚垃圾车经过 听不到他的声音 就看到可是我听不到他的声音 那我这样子啊 对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这么安静成这样 这有点不太太不可思议了 这里是一楼嘛 好 那尤其一楼的话 我们都直接就面对马路嘛 我们就要选用很好的气密窗 那气密窗的好坏呢 他的隔音细数就会影响到你的里面 是不是可以够安静 那不会被外界所影响 而且完全能阻隔 刚刚在这里下阿姨的时候 是不是带到外面的声音 这么厉害喔 我这个是使用雅乐美的气密窗 我们等一下请Angel来去做个更详细的解释 嗨 大家好 我是Angel Lily说 刚刚垃圾车经过的时候 都没有听到声音 那你说你们的 跟传统的那个 气密窗有什么不同 在这边要请你多介绍一下 我们像雅乐美的产品气密窗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有缺于就是20年前的窗型 因为很多家里面的窗型 还定留在20年前的旧窗型 那像我们雅乐美的那个窗型呢 就是四边都是全包浮行的气密窗条 那20年前的旧产品的话 是如果说从肉眼外观来看的话 它就是上面至少会少一条气密窗条 以前的旧窗型的话 就是可能 遇到强风强海啊 会有点较大的话 隐碎就很容易 隐碎会陷进 然后隔音效果也很好 那我们的特点的话 除了就是我们是全 四边全框式的包覆性胶条 然后这个胶条是TPP的胶条 那你可能会问说 什么是TPP的胶条 前前一种就是我们 汽车用的胶条 对 因为汽车我们开车 开车不会漏水吧 对 所以这个工业式胶条 我们是运用在我们的窗型里头 这是我们家的强项 就是像隔音效果的部分 它也是取决在玻璃的部分 那会建议去采用就是至少8mm 甚至5胶5的焦合玻璃 它的那个隔音效果会更好 然后降噪的效果会更好 那美跟其他家的差异 划在哪里 我们的气密窗的话 是价格就是还蛮... 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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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实惠的 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气密窗 其实就是更衣窗去改良的 对 别于就是其他以前 那个旧型的 20年前的旧窗型 所以它又可以降低我们屋主的成本 节省预算 又可以提高我们生活的品质 窗沟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走阶梯式的 雨水是排在外面的 然后它也有排水孔 所以雨水的话是不会打进来的 还有强调就是我们这一支力量 结构是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说可能我们今天是面临到 环境是会有风压比较大的 那像以前的旧窗型 可能就是我们两片门扇 对 两片门扇结合的时候会 这是以前的旧窗 那我们的窗型的话是 我们把手都还没有按压 你看 其实就不会晃蹦 然后再加上把手扣紧的话 可以让它的那个 亲密度胶条会更好 更紧密 我们来试一下 因为这个是中庭 你这边的话是太安静了 感觉还是有声音 那我们关起来看看 对啊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感受得到啦 觉得像这样的气密窗 这样的气密度很好 因为其实我们家的窗户 就是最喜欢就是屋主 是装在 吵杂的马路啊 或是喇叭的声音 要帮它打卡车 这样慢慢的那种声音的话 其实那个装起来的效果 之前的效果非常的好 那我下一个暗场 我就故意选更吵的这样子 诶 没有喔 我没有要走进去喔 不要让你来看我归房 其实呢 我要让你们看的是 这个松下门 松下门的特点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的施工方法跟一般的那个 我们台湾的木座的施工不一样 一定要在施工期间 由木工下去做好 才做好这个木框 然后再去做这个门 但松下门它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全部都要弄好以后 它好像有一个组合积木一样 有10跟85的规格 我这个是买故意加长的 所以这个门高有230公分高度 这个门的价位呢 不会比我们木座门来的更贵 而且是差不多的一个价位 除非你是特定的那个款式 才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价位出现 而且只能从日本进 但是这种基本的这个价位呢 这个在台湾算是一个很亲民的一个价位 那它的门 当然就是说很多的一个选择 它的木纹啊 或者是它的纹理通通都不一样 日本人他们在追求职人精神的时候 去发展出来的不一样的一个特色 然后门也可以组装 而且用组装的方式去创造一个门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 也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以后我们台湾的工法也能往这样子走 它既方便又快 它可以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 像装这个门大概只要半天的时间 这样就可以把它达到我们想要的住宅 跟设计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运达它的室内的一个监控系统 那它可以左右上下都可以移动 以便宜去了解家庭的状况 除外也可以录影也行 也可以来拍张快照 你看我们画面里面出现了一个人 你看我们在跟我们打招呼 哈啰 我现在为我整体最后空间 来再做一个总体的一个说明 我们从iG这个具特色的免疫版开始 好施工简洁又方便好处理 然后又能去客制化的定制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最新的产品 再来呢我们讲到云打开的这个所谓的智能控制系统 那我们打开了更多更多的无限可能 然后也能为我们将来的长照做准备 这个都是台湾未来社会将来的一个趋势 那再来就是说深呼吸的细澡吸 今天看到这么多知识 因为光出煤它也可以出甲醛喔 也请大家记住这个重点 然后再来就是亚热煤它们的气密窗 所谓的绿生态的室内设计 已经慢慢成为我们现在重要的一个趋势 我们现在的整个室内设计 跟过往的一二十年的整个设计的那个观念 已经大翻新了 我们现在重视剪髮装修 我们现在重视所有用的绿建材 包括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品质跟呼吸品质 还有我们在室内的居家品质的安心 这已经变成室内设计不可或缺的责任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你说好不好 好 今天来到我设计的安藏 那我请到丽丽来我们家 来看一下 会不会我讲错了 诶 我没有要来你 来看我的规法 OK 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开启 分享 按赞 还有订阅 对 按赞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